依着仪轨来观修的话 那这个它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禅修 那比方说我们这次活动主要是要念诵六字大明咒 那我们在念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 那我们的心或者我们的意要放在这个咒上面 跟这个要随时觉知的这个咒 那么就说这样子我们的心跟着我们的念诵一起 那这就是一种很好的修持 那或者说我们在持咒的时候 那我们耳朵去听咒的声音 那耳朵专注在咒音上面 那么我们的心自然也能够安稳 也能够松缓 那么因为我们的心心念只有一个 心念只有一个没有很多 所以当我们听着咒音我们的心念专注在这边的时候 它一样是成为一个禅修 那我们的身心自然都能够放松 自然都能够平静 因为我们的心都能够放松 但是我们都能够放松 我们的心都能够放松 如果我们熟悉的禅修的话 那就不一定说一定要在佛堂才能够禅修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坐在坐垫上面才能够禅修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能够禅修 你坐在车子里面也能禅修 那么在上厕所的时候也能够禅修 在办公室里面也能够禅修 那像说我们依着呼吸来做禅修 这呼吸我们24小时都在呼吸嘛 所以随时随地呢 我们都能够专注的呼吸而来做禅修 那么当你禅修的经验渐渐的丰富 随时随地我们都能够禅修 那么就能够让我们的心念很容易能够专一 让我们的心念很容易能够放松 那么让我们的心得到很好的训练 那么依着这样子的经验 让我们来发展菩提心 发展利他心种种 将让我们的心能够朝着善的这一方面 来就是朝着善的方面来行为 这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那么所谓不散乱 就是禅修的正行 我们在修禅修的时候 有一个禅修的方法 那我们应该要专注在这个禅修的方法 你如果用的这个方法 可是心呢又去想着别的事情 那这样子就散乱了 这样子就不成为禅修 所以说我们用禅修的方法 就将心放在这个方法上面 不要放异 不要散乱 这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在家的面积 全部面积 我们在家的面积 看到他们不是我不知道 没有人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在家的面积 但是我们以后 把这个人们都没有统缘 我们其次都没有带来 无论 在手里边 所以我们现在订阅 他们在家的常殖 音乐 他们有什么东西 那在座有許多可能跟隨的敏舊仁波切 學習到很好的禪修的方法 那麼在敏舊仁波切的教導下 我們懂得說在任何時候 都能夠應用來作為禪修 那這樣子它的要點一樣就是不要散亂 你不是說就一直去變換 心一直在變換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專一 它就不成為禪修 那你如果能夠專一 那麼在任何的這一些外境 我們就在當下能夠做禪修 那就在任何時刻 就在當下我們就能夠專注而禪修 而不是說一再一再的去變換我們禪修的目標 那這樣子就不成為禪修 總之我們就是任何時刻 就能夠在當下安住 好 那這邊就講到這裡 那我們要回答一些問題 問題很多 可是我們現在好像只有二十分鐘可以用 那麼這邊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三個名項 稱 貪稱痴的稱 還有憤怒 還有恨 這三者有什麼差別 第一 邪當 錯話 當困針 給耶娃 就有吧 邪當 你 他隨便 聽策子 他自己不懂 也不懂 你 人 你 自己 打 沒 看 看 所谓的恨 恨就是当别人伤害到你 然后你就一直记着 没有忘记 不原谅 心里就一直记着 这个人对你的伤害 使着你的心就不平静 心里不舒服 这是恨 仇恨 那想来因为既恨既愁 所以说就会产生 所谓的真心还有愤怒 都会因此而产生 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 这个人很凶狠 这个人很易怒 很容易发怒 可是我们不会去说 这个人很憎恨 这个人很容易发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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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人很容易发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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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时候是因为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错误 我自己的过失 那么他人 他人为了要指出我们的过失 为了要防止我们继续做错 所以说他会发怒 那这个其实常常会是 为了要帮助我们 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那第二个问题呢 喜欢跟贪有什么区别 你咯我当得恰一个意义吗 我们在讲喜欢的时候 那个心中我们是生起了 这种喜悦 喜悦的这种情绪 那比方说高兴啊 欢喜啊 所以我们喜欢的时候 主要心中是有一种 这种喜悦的这种心情 我们会说这个人呢 因为喜悦而笑 比方说小朋友 小孩子他喜欢 小孩子他喜欢玩 那么比方说 这个 这个 长官 长官喜欢人家称赞 或者说 特别喜欢人家去奉承 这种喜悦的这种喜悦 他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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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总之呢 喜欢 喜欢呢 是有一种 欢喜 愉悦的情绪 那至于贪的话 就不大一样了 他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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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啊 其实有点像是吸毒一样 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碰到 碰到这个 毒药 这个 迷幻药 那觉得 好像 蛮舒服的 然后呢 就想要第二次 想要第三次 那就 就生起了这贪心了 就有人来说 他感觉 要第二次 一定是 適合的 他感觉 他也感觉 在这边 是 跟上 破天 这边 就这样 因此 没有 没 我们 由于 从来 去 每天 自己 子 子 在佛子行三四七颂里面有提到 说贪爱呢 就如同喝盐水一样 像海水一样 这种咸的水 那我们口渴的时候去喝盐水 不但不会解渴 而且越喝越渴 然后就是不会满足 你就会一直喝 但是说什么呢 也不会解渴 然后越喝越多 那贪爱就像这样子 我们永远不会有满足的一天 有了一百就想要有两百 有了两百就希望有一千 有了一千就希望有一万 一个不够 两个不够 还要再三个 那贪就像这样子 我们永远不会满足 而需求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那么刚刚讲的这个喜欢 喜欢它生起了一种愉悦快乐的心 而贪的话 贪的话它会生起执着 我们会固着在这里